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收到很多网友的私信和电话 都是来询问颗粒残脑炉的使用情况 到底能不能买 这台是我在半个月之前 花2700块钱买来的第二台颗粒残脑炉 今年也是我家 使用颗粒残脑炉的第二个年头 我感觉在使用体验方面 网络还是比较有关言权的吧 所以这对网友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 我来做一下全面的解答 首先就是它的使用效果怎么样 咱们先拿农村三种常用的取暖方式来做一下比较 第一呢就是用空调 第二呢带短芯片的煤炉 第三种呢就是这种刚刚出现没几年的新型科技残脑炉 先来说一下空调吧 因为空调呢它是用电来制度 它的制度量也是比较小的 所以它比较适合面积小 密封效果好的这一个使用场所 它的使用效果呢也能达到最佳的状态 再就是带短芯片的煤炉 其实在用克里哈纳炉之前啊 我家一直都是用带短芯片的煤炉来控暖 我承认它的使用效果呢是这三个当中最好的 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 让我不得不放弃它 因为用煤炉的混沉啊 简直实在是让人接受不了 再来说一下克里哈纳炉啊 它的制度量呢比较大 出风量非常多 而且它自身呢也会产生一定的热量 包括烟通啊还有它的前面啊 所以啊它的停温效果呢又非常快 就是克里哈纳炉的使用效果要建于空调和暖气片煤炉之间 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它的使用成本怎么样 每天大约多少钱 就以我家来举例吧 因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屋呢面积非常小 保温效果呢也非常好 所以啊 每天如果开8个小时左右的话 我估计都花不到10块钱 因为我现在已经开了半个多小时了吧 我设定的 温度啊是到28度 但是现在呢已经到27度了 大家已经明显的看到火焰非常小 出风量呢也比平常少了 所以呢它的用料啊也是非常少的 但是呢在我家客厅啊 因为它的面积非常大 来回开门了 所以保温效果呢也不是很好 那个的话估计每天差不多得花20多块钱 其实不论是空调 还是颗粒坦白炉 还是断断气片的煤炉 完全是得按照你使用长组 保温效果 保温效果 来决定的 如果面积大 密封效果不好的话 多少钱都有可能花得出来 如果面积小的话可能真的就跟我一样 非常省钱 这个存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因素 现在咱们来总结一下 论转暖效果的话 颗粒坦白炉 要长于空调 但是要略差于带暖气片的煤炉 如果使用长火的话 颗粒坦白炉 跟空调是差不多的 但是要比带暖气片的煤炉 不管你是城市的也好 能够费钱 到底这三种取暖方式 该选择哪种呢 不管怎么说 要取决于使用长火 还有长火的保温效果 密封效果等等各种因素 如果是在城市里的 用电成本比较高的地方 我建议使用这种 如果在农村 使用长火面积比较大的话 我建议还是带暖气片的煤炉 不管你是城市的也好 浓冲的也好 到底该用哪种取暖方式 完全由你自己来做的决定 我呢 是一个正儿八经的 颗粒坦白炉的使用应户 只是来把我的使用体验 讲给大家 一没有接厂家的广告 而没有接厂家的赞助 所以我说的话 还算是比较公正的 行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后续还有什么问题 大家也可以继续向我提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